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文法 那这两个文法是非常接近的 有时会有搞混的时候 但其实它们的意思是不一样多 所以看了这一期影片 你就会明白要怎么去区分它们了 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还没有开始今天的文法解说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通话频道的话一定要订阅哦 而且要在旁边的那个小小的铃铛按下去 选择全部的通知 这样每一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叮咚第一个收到通知的了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文法就是 那前面的格注词我们是用 那这个接续词呢有分两种 一种呢是居多我们会用的就名词部分 名词部分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动词的自称形 或者是呢用suri的动词把suri拿掉 剩下那一个动词的名词部分 也可以叫ni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讲排在最前面最开始的那一个 比如说呢好像我们有一些新的产品 不是他创办的 但是呢我决定这个产品呢是哪一个国家先用的 或者是先贩卖的 先有的电影哪一个国家先上映的 所以那一个呢我们讲排在第一位的那一个呢 就是会接这个 nani nani ni sakigakete 大家要记得这个概念就是 什么东西排在最前面最开始 以它为开始 为这个出发点的 你就可以这样子用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例子部分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当下很热门的话题 就是这个vaccine 疫苗的部分 所以呢疫苗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开发 然后呢用在哪一个国家最先为开始 然后才慢慢的 就是去运到别的国家去注射嘛 所以这边呢它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为最初最开始的国家 就是A国が世界に在世界是第一的 世界に先がけて 所以它前面有这个A国が世界に先がけて 新型ウイルスのワクチン ワクチン就是疫苗 它也是一样是英文的外来语 vaccine 然后呢開発に成功した 这边呢就指开发成功的 就是那一个国家呢 是第一个开发这个新冠型病毒的这个疫苗 所以它就是最初的那一个 大家明白了吗 一般上这个文法呢 它前面的名词都是 地方、国家 是比较常用的 像这个世界也是很常用的 就是世界 为第一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A国が世界に先がきて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ワクチン開発に成功した この映画は世界に先がきて 日本で上映されることが決まりました この映画は世界に先がきて 日本で上映されることが決まりました 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关電影的部分 所以这边呢它也是用了这个世界に先がけて 就是领先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哪里最先开始有的 所以它这边就把它的国家名字放在后面 主要是讲这个电影嘛 它就说这部电影呢 就是领先于全世界的国家 先决定呢在日本上映 日本で上映される 然后呢后面加这个決まりました 就是被决定好的 被官方决定好 先在日本上映为第一个国家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 所以呢它是在整个世界排第一 最头的那一个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用 この映画は世界に先がきて 日本で上映されることが決まりました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文法 就是に先だって に先だって 所以呢这边呢它都是一样 都是以先为先 然后一个是かける 一个是たつ 它们的意思呢也是在先 这个先だって它也是在先的意思 但是呢意思是不一样的 虽然很多人会搞混 但是你只要记得重点的话 就比较好去分辨 那这边なにさきだって 就比较像我们会用的なになにするまいに 做什么事情之前 那你会说我们就用まいに 不就比较简单吗 但这个就是它的重点 大家可以画一个星星 这个先だって 是一般上会用在重要 或者是比较盛大的项目工作 比如说像奥林匹克 所以我们讲奥运会 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做的动作 我们要做的准备 或者是个人留学之前呢 要做的准备 要准备什么文件啊什么等等之类 或者是呢 像一些公司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要换公司 或者是要去面试 这个是很郑重的项目 不是开玩笑 不是那种说 常生活中我要煮这道菜 那这道菜之前呢 要准备什么材料 这样子就是比较频繁的嘛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需要用到さきだって 这样子的一个文法了 那它的接触词也是一样的 所在于名词 跟这个动词的集中 或者是动词名词化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部分 所以这个就像我刚刚所说一样的 奥运会嘛 今年还是会持续的进行下去嘛 那奥运会呢 开始之前呢 这个准备的功夫有很多 所以他就说 在这个举办奥运会之前 所以直接在这个开赛 开赛にさきだって 或者是さきだって 都OK 然后呢 応援グッズ 什么是グッズ呢 就是周边商品 就是我们一般上都会说 有一个主题的嘛 所以他就会有出了很多応援グッズ 就是去买它的官方的商品 这样子一个说法 然后呢 还有这个门票啊 所以呢 応援グッズやチケットなどの販売 就是贩卖が開始された 这样子就是要先开始贩卖 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周边商品 还有这个票啊 就是给大家 民众去购买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举办奥运正式开始之前要做的动作 也就可以这样子用 非常简单 它就跟スルマイニ是一样的 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オキマス来 搭配它的动作也是OK的 然后呢 它就说 ヒコシ 这边呢 ヒコシす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搬家 这应该是在初期的时候会学到的单字 ヒコシに 然后呢 一样就是在之前 搬家之前に先立ち 然后呢 那这边很明显 就是 把它换成可能形的用法 就是可以被集合 或者是先打包起来的 就是用绳子给困绑起来啊 先集合的东西 所以它是把它归类为 可以先把它集合的 这个行李 まとめられる 荷物 把它归类为 那一个荷物 然后呢 这是唯一你可以事先做的事情 它就说 先把它给打包 把它给困绑起来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在搬家之前呢 我先把可以整理好的 可以集合好的 一些行李呢 物品呢 先把它弄好 把它给集合好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边呢 后面有一个 动词特形叫置きます 跟搭配这样子用是可以的哦 ヒコシに先立ち まとめられる荷物は まとめておきます 好的以上呢 那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两个非常相似的文法 一个是这个 にさきがけて 一个呢 是にさきだって 虽然很相似哦 但是呢 它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哦 那希望这一期的视频内容呢 也可以帮助到大家了解 更多这个日文的文法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呢 也已经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所有的朋友哦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TAMA频道 的话一定要订阅哦 TAMA就会行动它了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おつかさまでした おつかさまでした